Hello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月光下的异世界之旅》小说剧情第13卷 上回,男主在亚空暂时解决了小精灵的问题 之后又帮助学姐他们彻底解决了紫云 又视察了海里的种族,以及热情工作的萨利,真是闲不下来 另外还提到了一个人,一愚蠢出名的莲塞女士 她是临时讲师男主唯一告白过的女性 在变异体事件之前,向要调查男主喜好的人 会将她看作为数不多的线索之一 而在男主与葛业商会众多方面情报逐渐浮出水面的现在 她的名在作为调绝家金龟絮失败了的笨蛋女人广为传播 学员都市现在正全力开展复兴工作,不断向前迈进 不过对赛莲来说,坏影响远未结束 她现在位于葛业商会以前店铺附近的名叫兔子屋的精致小酒馆 这里是以前男主、时还有葛业商会的人们经常过来光顾的酒馆 赛莲某种意义上是一名和男主 也就是申成真很像的女性 她点了一杯男主造访这里时一定会喝得鸡尾酒 老板知道这一点,她微微皱眉开始调制这款酒 老板心想,以食物以及酒的喜好上来看 两人要是交往的话,说不定意外都会很顺利 但是老板知道,男主似乎完全不记得这名女性 而赛莲则是有些外貌协会 对男主没有什么感情方面的好感 不过赛莲被她具有各种力量、财力、名这些东西所吸引 赛莲到现在也会对当时被对男主权利逃跑的事情感到后悔莫及 她现在也能鲜明地回想起 自己亲眼看到男主学生们的成长,令人害怕 最令人吃惊的是名叫初云的学生 赛莲作为专门研究勇畅的专家 知道他做了某些革新性的东西 如果和男主... 后悔啊! 这时递来了一杯鸡尾酒 老板说作为甩了男主的人 打烊了也不会赶他出去的 隔夜商会在解决变异体事件上发挥了超乎寻常的作用 大家都是亲眼所见 而男主正是那个隔夜商会的代表 他每天都在积累新的功绩 包括不断调配生活必需品过来 但无论是谁都看得出来 这样做生意毫无疑问会出现亏损 这是他的财力与善心的证明 大家都有目共睹 男主的光芒越发耀眼 赛莲就越感觉自己走投无路 男主作为城市的英雄 自己就只能被所有人冷眼嘲笑 哭酒入喉 开始抱怨男主为什么不记得自己了 之前下定决心前去见他 但明明只过了几个月 他却反问 您是哪位 老板忍住没笑出声 心想竟然脸皮厚道还敢再去见他 赛莲一边发出呢喃 一边落入梦乡 他很想知道男主的勇唱技术 在睡梦中也喃喃自语 没能点头同意男主的告白是他的失误 但这件事已经无可挽回 不过老板认为 如果男主知道了这件事 估计会以某种形式对赛莲伸出援手 毕竟连自己的酒馆也得到了修复 从拒绝的人那里得到施舍 突然心酸 在这边后悔到灌醉自己时 另一边的男主喘着粗重的气息 后扬倒在草原上 就为品尝到疲惫的感觉 随意坐在地上的疤 身体向前倾倒下去 同时男主全身感觉到的负荷也在消失 这对疤也有很大的影响 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在线日本环境 从那时开始 男主就让他陪自己进行公道修炼 今天持续了将近十个小时 男主对巴进行了魔力转让 转让的魔力比男主初次尝试这么做时要更多 同时巴的外表也发生了变化 头发的颜色变成了银色 巴以为能够变成黑发 在准备好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发时 那一刻的表情实在有看透 他发出由衷的悲鸣 为什么只有自己变得离日本人更远 那晚男主第一次看到了烂醉如泥的巴 男主很喜欢一直训练到身体的极限 任由疲劳感将自己带往地面躺下的感觉 来到异世界之后都没有过这种感觉 每次看到金他们在课后疲惫不堪的样子 男主其实非常羡慕 耗费了大量魔力的巴 连脸上的汗都没力气擦 只将脸转过来 无力地对男主说 让时代替自己就好了 巴觉得这是相当辛苦的事 所以不怎么喜欢陪男主进行训练 男主拜托他忍一忍 每周一次就好 结果这频率下着他夸张的后扬 男主倒是希望他能答应隔一天一次 但实际上男主想每天都来一次 最后男主做出妥协 厮守十天一次的底线 之后再根据巴的时间安排 适当加上一点 眼下只能先妥协了 毕竟这个只有巴才做得到哦 巴认真的问 这个打算持续到什么时候 男主没听懂 巴问就是想练成什么状态 没有镜头 巴一笑子把脸凑过来 男主知道了 原来巴的练习是为了吸得技术 会提升实力 不过有朝一日肯定能理解自己的 只有练习公道 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这里 都始终是男主最核心的部分 男主由衷地感谢巴 他似乎来了个魔法总动员进行恢复 头发也变回青色 回家后就有林金星制作的晚餐等着他们 现在的男主说不定相当幸福啊 吃完晚餐后 男主靠在椅子上翻阅着学生们的资料 石泡好了红茶端了过来 一方万一 男主拿勺子轻轻搅了搅 幸好不是单纯的生奶油加红茶 害男主白担心了 这是石模仿男主做的 加上饮料应该很难做失败 所以男主还挺放心的 喝了一口 超甜 该不会里面加了小精灵吧 像是印度那种奶茶 真是不可思议的饮品啊 像今天的日子 男主可能会觉得还不错 但稍微有些不适合男主啊 石说甜度刚好 这叫sliver tea 是在一点点的红茶中 加入牛奶和蜂蜜泡成的饮料 他不小心说出 里面只有一点点红茶了 但是因为太甜了 男主没自信 能把手里这杯喝完 看到已经在喝第二杯的石 面露微笑的男主说道 不会续杯的绝对 话说回来 金他们的力量很强 而且有点过头了 男主小看了那些孩子们的才能 他还是想让他们留下来当指导者 石提出了一个想法 要不要干脆将他们吸纳到 葛叶商会里面来 也就是雇佣他们 金和阿贝利亚就在男主们的店里打工 这个想法并不是不可行 一边说着不对亚人区别对待 一边又不雇佣人族 看起来就像是对人族的歧视一样 而石之所以提这个想法 是他对学生们很有兴趣 作为研究者的兴趣被勾起了 就像从前那个疯狂的巫妖 男主重新看向资料 上面记载了金他们的能力 确实让人觉得很厉害 他们正在以不寻常的状态成长 首先是优诺 男主回忆起之前看到的资料内容 不用多说 他最显眼的就是那套变身装备 男主质问零之后 他就坦白了转让的事情 不过优诺似乎和那套装备的 契合度非常高 他自己也强烈主张 想要继续使用下去 男主也觉得挺适合 他的战斗方式 从性能上来看 这和男主的那个有很大不同 能力也受到限制 不知道这个东西来源的话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羞耻感 让男主烦恼的就是这点 资料里还夹着伦布朗特先生 恳求让女儿继续使用装备的请愿书 行动力也太吓人了 下一个是西府和阿贝利亚 他们没有选择融合自己的附属魔法 而是学会了与他人魔法进行融合的手法 减轻个人负担的同时 还能提升魔法效果 这种技术将来无论带到哪个国家 都很有可能将该国的魔法综合实力 提升一大截 他们两个在魔法方面的成长 竟是有这么惊人 不过与此相对 阿贝利亚在弓箭方面倒是没怎么进步 除了提升身体能力之外 没什么成果 命中率似乎上升了一点 但也在误差范围内 初云对勇唱进行了改变 可说将魔法犯规般的变得具有再利用性 他原本就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灵活性 将勇唱分成多段进行组合来发动魔法 而在上次的课程 他还能将已经用过本该消失掉的勇唱 利用到下一个魔法勇唱中 办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事 石虽然说这可能是初云个人的才华 但毫无疑问对他产生了兴趣 戴埃娜本来就有个类似奥义 能够爆发出强化身体能力的魔法 他本人叫这个第二阶段 将其作为自己的王牌 效果时间虽然不怎么长 但在短期决战中能发挥莫大的作用 而他的成长则是将其进一步强化 在发动第二阶段的时候 他还能再将自己提升一个阶段 这种想法的原点似乎是金的瞬间强化 换句话说就是强化套上强化 面对什么对手都具有相当好的效果 技能的基础是自己的身体 凭本能就能知道极限 他现在也在不断锻炼 从体格上就看得出来 接下来就是压轴的两人 一个是米斯拉 他在学圆技之前就学会了 似乎可以无视痛绝的技能 怎么想都是要和敌人两败俱伤 将其作为自己的王牌 考虑到安全性 这当然被封印了 而和巴鱼快玩耍时 好像这个技能进行了 现在具有使伤害延迟的效果 只要不受到即死等级的攻击 就不会被干掉 而且在等待结算时 能在起作用前就被魔法治愈 真是异常的能力 石的观点也和男主的看法类似 他也对米斯拉的能力很感兴趣 最后的是金 他似乎察觉到了男主的戒 虽然只是一部分 而他将其再掀了出来 在模拟战的时候 他对爱马的幻象使用的就是那个 他自己必须对效果本身 有着清晰的认知 不然就无法成功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限制条件 但其实是个和戒很像的魔法 而且只是展开的话 对魔力的负荷也很少 金真是个可怕的孩子 他以前也好像说过 自己似乎会一下子变轻 一下子变重之类的 男主吐槽 为啥他能在那么基础的阶段 就办到这种事 面对前途无量的学生们 连大国都会来挖墙脚吧 两名勇者 都拥有魅惑他人或是吸引他人的能力 石说 万一真的出现情况 他会来处理 男主说 他们有选择未来的实力 石说 他们当中已经出现了 希望在葛叶山会就职的人 确实 这里确实是包吃包住 还能保障一定程度的收入 与安稳的生活 谁不想干呢 考虑到周围人的看法 男主也想雇佣一些人类 但不能让他们接触到什么秘密 石是想雇佣他们 而且他说 会提前做好随时能够让他们消失的准备 男主吐槽 他对学生到底是有感情还是没感情啊 男主边苦笑边喝着甜茶 他想起来 大海移住测试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马上要面试了 但先得把学生的事处理好 男主决定试着和他们聊一聊 石认为 金是研究者会很想收为弟子的孩子 但男主没这种感觉 金通过推测男主的戒展开的立场 其效果直观来说就是将对手变重或变轻 类似重力操纵的印象 虽然没办法在使自己变轻的同时使对手变重 但只要缩小范围 就能只使自己变轻 反之亦然 这种事情只有不用借 而是用术士展开立场的金才能办到 毕竟借用模糊的命令是没办法发动的 除了发动位置 还有要消耗魔力之外 确实跟借一模一样 石愉快地为男主说明他的想法 但男主贯彻只理解个大概的原则 将细节部分全部忽视掉了 跟上物理课似的 石的谈论这个事情时 看起来相当高兴 跟男主不同 这个方面 说不定就是一般人和研究者的差异吧 男主虽然不讨厌物理 但老实说也不怎么喜欢 从考试分数上来说 试门还有不少提升空间的课程 但金是如何想到那个上面去的 男主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石惊讶的地方似乎和男主一样 他还把男主物理课的教科书带了过来 把适量的课程部分打开 推测金是不是凭直觉理解的 但仔细一想 金可是金医学校特招生 他本身就是高材生或天才那一类 话锋一转聊到了阿贝利亚 要是他说出 这次不是弟子 而是想让他穿婚纱这种事 可就有意思了 要是真的成了 考虑让他进入亚空间之类的事情 也不是不行 目前有这种可能性的 就是石惠莱姆吧 两个人的性格在各种意义上 虽然有点认杀 但外表看上去都处于适合结婚的年龄 最重要的是 都很受欢迎 好了 今天暂时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